雞肉男破壞販賣機 只為了偷女友原地買可樂 微博上瘋傳8月2日 中國一名男子從自動販賣機 偷出充氣娃娃的監視畫面 中國報報導 這位老兄破壞了販賣機後 終於和他的橡膠愛人相見歡 於是立刻帶著他的女友 到店家角落辦事 整整辦了40分鐘 店主承認當時還跟朋友一起樂呵呵的看好戲 想說又能賺錢 又能看監視器畫面的直播 不過後來檢查交易記錄 卻發現這傢伙竟然沒付錢 老闆簡直氣炸了 他立刻報警並駕車到現場 要求這個被報導 成為雞肉男的噁心小偷 付出該有的代價 不過把他關進監獄 能算是對他的懲罰嗎